從中華郵政上下載這個檔案 下載下來之後怎麼樣快速轉換 當然只要兩段程式碼就可以了 把它啟用編輯 第一個當然記得要把第一列先手動刪掉 如果你不手動刪掉 你自己在程式裡面加Rows瓜虎1.delazer就可以了 第一列刪掉 如果你手動刪 然後你在這個開發留言裡面 你就自己加一下 因為下載這個檔案理論上 它每一個檔案 它會有一個獨立的VBA程式 所以如果我們這個地方 我這個檔好像是這個吧 我看一下 我開滿多個 我把另外一個刪掉 把它關掉好了 那假如 不是這一個 抬掉 這個我剛剛寫的這一段 這個我把它先儲存一下 OK 那如果假設你們是重新下載 它應該是像這樣的狀態 那你如果要Run的話 很簡單 第一個你就先按右鍵 先插入模組 反正以後呢 你要把程式call過來 哪怕是拿我雲端上面的 你還是要先加一個module 第二步的話 就是從雲端上面的這個地方 應該是雲端上的第23頁吧 就這一段 所以記得以後是sub到and sub 然後Ctrl C就可以 不過底下還有別的寫法啦 底下的寫法更進階 其實最後可以寫出這麼精簡 不過就量力而為啦 如果你大概可以懂 底下就不用再精簡 因為在精簡有時候 你會反而看不懂 那就... 我底下是想要把它寫成回圈 因為很多地方都是重複的 所以後面其實就是用一個for回圈 就可以把它全部跑完 但是有點難 你樣力而為 如果你覺得... 剛剛這個比較能夠理解 你就這一個 所以第一段是這一個 Ctrl C有沒有 然後你就直接把它貼過來 所以如果你假設要得到 我剛剛一模一樣的結果 第一段在這裡 那第二段的話就是... 我一樣放雲端 是在哪邊... 那記得喔 這邊有個完成程式嘛 應該是第26頁啦 就這一段 這個sub到底下這邊... OK 不過我好像這個程式漏了一個東西耶 這個好像漏了這個 應該是... 這邊要再加一個... 應該從這邊吧 這邊call到這裡 掃一個導 所以我把它加一下好了 那從... 程式從這邊一直call到這邊 然後把它貼到... 貼到這個... 這個底下 所以兩段嘛 那如果你有這兩段的話 基本上就OK了 你要把它run出結果來就很簡單 所以第一個... 把這個先刪掉第一列嘛 然後我們就是先run這個 把它直接run run完它就... 把六個範圍全部變成一個範圍 然後再把這個... 通通變成三個欄位 然後自動調到欄寬 這邊就有了 然後你再把這個東西有沒有... 再把它複製到哪裡呢 複製到台電的這邊 那我是有改一個名稱喔 所以第一名稱記得喔 先把... 游標放A1 Ctrl-shift向右向下 然後這個上面呢 記得輸入郵遞區號 Enter喔 OK喔 再來的話記得... 如果你想知道你到底那個範圍對不對 你可以從公式裡面的名稱管理員 那這邊就會有一個郵遞區號 那你點下面這個範圍 你看一下範圍有選到 那沒錯喔 那你就可以利用剛剛的這個方式 VILO函數就可以查到了 好那查完之後的話呢 樞紐分析表我們有了啦 剛剛有特別提到 如果你想要知道就是說 到底台中市哪一些地方耗電量最高 那你可以快點兩下 它就跳出來了 那你在自己針對這個耗電的度數 做排序就可以了 比如Z到A 然後從高的到低的嘛 那這邊會出現啦 所以你可以看到 最耗電的基本上前面都是西屯啦 那我剛剛查了一下 好像這個台中的科學園區 好像剛好就是在西屯 OK喔 所以可想而知喔 那個半導體業真的還是滿耗電的 至於多耗電 看得出來哇 它真的是吃掉很大一個部分的電力 OK喔 不過可以思考一個問題啦 其實它的競爭力會那麼強喔 其實或多或少也因為台灣電力很便宜 所以它如果今天搬到美國去好了 那當然競爭力可能就不如在台灣 所以它當然會希望 可是它也不公平啊 因為這個台電很多的電力喔 實際上很多的補貼都是全民去補貼的 對那受益 而且你會發現喔 台灣的GDP 最近好像聽說新聞是說超過日本 也超過韓國了 GDP喔 也就是說每個人應該是都很有錢 但問題好像感覺大家是不是真的沒有錢呢 你們可以去思考一個問題 那為什麼GDP會這麼多? 其實你會發現就是很多人 就是有一些人他賺的錢其實相對比其他另外一群人 他更多的時候 這分配的問題啦 所以你們可以去來了解一下 這些問題其實就沒那麼單純 至於你想要再往裡面深入 你可以看到很多也許在新聞媒體裡面 看不到一些相關的答案都在這裡 OK 那我就不贅述啦 你們有興趣自己再瞭解一下 好 那所以點兩下 它就跳 點兩下就跳 有沒有 那其實如果台南你要點兩下 你也可以啦 台南到底哪裡最耗電 你也可以游標放這邊 然後資料裡面的Z到A也就跳出來了 心事 難道南科也在心事嗎? 善化心事 我不確定啦 不過看起來我猜應該八九不離十 OK 所以這個我把它刪掉了 因為如果有興趣的話自己再瞭解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已經做出前十名 那另外最後我如果今天也希望繪製圖表的話 當然最簡單的話 我們就是在這邊找到樞紐分析圖 那我一樣希望繪製一個圖好了 當然也許有個比例圖 也許可以是這個直條圖 比如說假設前十名的話 也許我們就繪製一個什麼 繪製一個最簡單的好了 就是一個簡單的直條圖 然後呢 比如說按確定之後的話 我希望把它放在低十 並且十欄 然後呢 列數的話也許就二十列吧 OK 往下啦 大概就這些 然後我想要寫二十列到 應該我空一列嘛 所以這邊的話就二十一 好 類似像這樣子 然後上面的名稱的話也許改一下 也許什麼 就是用電前十名好了 用電前十名限式 好 這樣子 然後一樣把這邊改一下 這個名稱Ctrl C 一下 也許把這個工作表也許改這個 用電前十名限式 然後這邊一樣喔 把它的字變成紅色出體 然後大小改成二十號字好了 然後最後的話呢 把這個圖例也拿掉 因為這個圖例其實在這邊 好像沒什麼效果 把它點一下 點掉 OK 好 那假如啦 我們現在是人工的方式做 可是呢 如果今天呢 剛剛的動作啦 其實好像前面有沒有做過 我如果希望呢 把這一個樞紐分析表 跟這個樞紐分析圖喔 我希望是變成程式 也就是說 我希望在前面這邊多一個按鈕 按鈕也許叫用電前十名限式 我按下去自動幫我繡這個表 跟這個圖的話 那當然如果每次 你如果假設你不用程式 你變成每次都要再做一次 浪費時間 如果你會用程式按一下 馬上就可以得到結果的話 那會更方便嘛 OK 所以喔 如果我假設我希望 做這個跟這個的話 那當然我可以分階段 這個也許第一階段 這個第二階段好了 先產生這一個 再產生這一個 有沒有 把兩個 就是湊在一起 那就可以得到我要的那個按鈕 所以喔 我如果希望 這個有點像之前做法啦 那我們會希望說 當然前面我們有一題 練習題是先下載資料 然後 當然其實也是需要這一個跟這一個啦 OK 然後加完之後 它自動幫我完成 那第二步的話呢 就是用電前十名的限式 把它產生出來 然後產生樞紐分析表 樞紐分析圖 類似像這樣 等於我們有點像做個複習好了 比如說我要一個樞紐分析表 那該怎麼做 當然啦 如果你假設 你不會寫這個程式 我前面講過 其實你是可以用 先彩排一下嘛 就是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把動作先錄製下來 有沒有 所以喔 待會的話 如果我要產生那個程式的話 我們可以用錄製的 不過啦 未來如果你錄製熟了之後 甚至你可以把你前面用過拿來用就好了 甚至改一改就可以了 只是說啦 我們要再複習一遍 那當然呢 我們就分成兩段程式 第一段就是樞紐分析表 也許我簡稱叫樞紐表 這叫樞紐圖 那我要怎麼樣 可以先產生這兩段之後 把它兩個結合在一起 當然我先錄第一個好了 所以第一個我先錄給各位看 剛剛做過了嘛 我是建議你先彩排一下 再把它刪掉一下 OK 然後再來一次 所以接下來我要錄製囉 插入樞紐分析表 然後 第一步當然先錄製 所以這邊先錄製聚齊 那名稱的話也許叫樞紐分析表 我簡稱樞紐表好了 OK 樞紐 OK 那彩排我剛剛彩排過啦 所以我就不再重複做了 OK按確定囉 好確定 第一步 接下來 NG了 為什麼優標沒有放裡面 怎麼辦 好NG重來 OK 好啦NG常有啦 優標記得放裡面 因為你如果放外面 所以你好像插入樞紐表 它會找不到範圍 你要自己選 OK 我建議是放裡面 好 再來一次 按確怎麼沒關係 再按一下 然後呢 這邊一樣給那個樞紐表 然後會問你說 是不是要蓋過去 是蓋過去 是 OK 好 那一樣喔 插入樞紐分析表 有沒有 你優標只要放這個範圍 它自動找到 OK 如果你沒有油 像剛剛有同學放外面 奇怪怎麼上面是空的 因為你優標沒放進來 所以建議是放裡面 這樣比較快 按確定 好 二的話呢 記得把什麼 把那個 因為我們是要把線式拖到列 然後這個受電彎度拖到值 那我是建議 好像前面有跟各位講過 拖到列可能放後面 拖到值先做 為什麼 其實我也不確定 因為也找不到原因 它好像列先做 就會有bug 但是直先做就不會bug 這還蠻妙的 所以乾脆我們避開 我知道這個問題 所以我就先拖到值 OK 然後呢 我再把線式拖到列 好 然後再把游標放B4 做排序 OK 資料立到A 然後留下前十名就好了 前十名就是這個 前十項 按確定 好 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 當然頂多是說 你要千分位符號 你可以再選啦 不過我想 如果千分位符號 我們把這個範圍選起來 千分位符號 有沒有 然後再把它常用裡面 千分位符號 然後去除小數點 OK 好 這樣完成之後的話 我們就把它停止錄製 OK 停止囉 好 那停止完之後的話 最後我們又想知道 到底有沒有成功 那我們其實可以切到哪裡呢 切到這個聚集裡面 看一下有沒有樞紐表 哎唷 然後編輯一下就知道了 編輯 你可以看到 它錄下來的程式就在這邊 OK 那其實跟各位講啦 一般當然錄下來的東西 你會發現 哇 那看不太懂耶 所以習慣上 我們會修改一些地方 至於要修改哪些地方 我們等一下再看 其實好像之前也跟各位講過啦 其實大概有幾個地方 一定要改 有些地方不改沒關係 然後先錄製好了 一般習慣我會先加註解 反正這個是 我們好像做幾個東西 然後一一有沒有 先這個插入樞紐分析 有沒有 然後樞紐分析表應該是這邊 然後我們的這個 拖拉道這個應該是 拖拉道值應該在這裡 所以這個應該是2 就是拖... 嗯... 然後拖拉道列應該是限式 然後拖拉道列應該是限式 所以這個 這邊應該是3 然後拖拉道列 然後排序有沒有 所以把游標放B4嘛 它會有一個RangeB4.16 所以第四是排序 然後頂多是說我還有... 啊...這邊... 這個應該是... 有沒有看到... Value1等於10啦 就是前10項 有沒有... 底下這個... 這個地方看得懂吧 這個RangeB4到B14有沒有 這個應該是... 千分位符號跟去除小數點 所以第六 千分位 好... 這樣的話呢 加了之後啦 當然你說不加可不可以? 當然可以啦 只是你不加 我說真的... 你將來下一次看 你一定看不懂的 加了之後啦 我跟各位講 以後你回頭看 哇...很清楚 另外的話 你看久了之後 你慢慢就知道說 以後哪些是需要刪除的 哪些是一定要留下來的 那我們先註解好了 待會兒我再跟各位講 其實好像之前跟各位講過 只是我們再把那個重點喔 所以喔... 樞紐分析表你只要回家註解 並且看得出哪些要刪除 那以後你要自動產生樞紐分析表 就非常簡單 而且以後甚至還可以跑回圈 你要大量產生樞紐分析表 在某一些範圍都沒有問題的 不只一個喔 你多個都沒關係 OK 它可以讓你多跑很多個樞紐分析表 那請各位先錄製一下 所以剛剛這個算下來 應該總共會有這些動作 底下這個... 千方位這個不做也沒關係 如果你覺得說程式太複雜 你不要做太多 越少越好 來試試看好了 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那主要當然是希望各位將來 真的可以... 對於樞紐分析表 可以自動化這件事情喔 以後就可以遼落執掌 以後想要讓樞紐分析表 不用重複做的話 那就非常簡單了 而且有些地方你會發現 甚至你不用錄製都沒關係 你自己寫回也可以啊 因為它裡面用到的主要就是幾個物件 你如果大概可以掌握 你以後就用固定的這個範本 然後修改一下 其實就可以做出你要的結果了 OK 試試看